好了我们今天是太平天国第七期啊 然后明天呢我们有读书会谈了 但是做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想好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现在我们这个文案都是夜里做啊 播完了这一期然后夜里做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播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不再留给弹幕的这个 就不再留给直播间弹幕时间了 我们基本上今天就是专题完了 然后我们就结就结束了啊 然后我得做文案去了 这个刚才跟大家聊聊苹果的问题 不是吃那苹果而苹果公司的问题 所以这个弹幕还很亢奋啊 弹幕现在还都在纷纷的啊 说真男人就应该干变金刚 真男人就应该干男人 真男人就应该干插座 真男人就应该干五党巅峰扇 随便吧 今天我们还是跟你讲讲 就是在1850年那几个真男人 他们在干什么 好吧 咱们别说现在的男人在干什么 真男人在干什么 咱们说是1850年那几个真男人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上周我们聊到这个洪秀全 开始前我先更证一错误啊 这个上周我们讲到那个甘王庙啊 甘王庙 然后结果呢 这个讲糊涂了啊 呃 我说这个甘王庙 他是拿着这个斩妖剑去 去 去捅了那个甘王那个塑像 这不是啊 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文啊 原文的这个 这个这个写的是呢 他他那个 斩妖剑确实实是在之前 在他去广西路上 已经被那个海盗给抢走了啊 洪秀全没有那把斩妖剑了 他去推那个甘王啊 用的是一根长竹竿啊 这是原文的说法啊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那个水友 在那一期节目底下写啊 说那个斩妖剑不是被抢走了吗 啊 后来对我那天我也没过脑子 结果直接就看了一下 还真是没有斩妖剑 斩妖剑被海盗给抢走了啊 现在还剩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 他是拿竹竿捅的甘王 甘王吧 当然拿竹竿 所以1849年末 我们还是把这个 今天的图给大家放上 1849年末的时候啊 夏天夏末 不是这个末 1849年末 1849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洪秀全跟冯云山 终于又回到了广西 这个时候 这个地图上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因为这地图分辨率实在太差 这个地图的这个 这个整个分辨率有点太差了 就是说 呃 我们现在给你看这地图呢 是拜上帝会 当时在广西 有一共是四个中心 这四个中心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只能给你念一下 大概就是在贵平的城西 西和西北的这个地方啊 就大概就在就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它是成一个半弧形的分布 这四块区域 他们不连着 对不对 他们是这个互相之间是不连着的 然后呢 这四块区域 如果我们把这整个区域 就按照边缘算的话 那东西大概是100公里 然后南北呢 大概是120到130公里左右 最中心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个紫荆山 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重复讲过 这个紫荆这个地区 也就是金田啊 就是金田 后来的金田起义的那个金田村 第二个中心 就是他们第一次到了广西时候 落脚的地方 就是刺骨村啊 刺骨村就是那个黄玉珍他们一家 就黄家 刺骨村是黄家一直帮着他 然后洪子权还写了一封信 从官府里把那个黄家小儿子给救出来了 但是今儿这小儿子领便当了 然后另一个中心呢 就是这个偏西北 西北这个地方就包含若干个山村 这个地方已经是向州地界了 向州这个地方就是哪呢 就是他拿竹竿去捅那个甘王庙的地方 就是他捣毁甘王巷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第四个中心是到了1849年 他们再次回到广西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紫荆山的东北地区 然后呢 沿着这个彭化山脉啊 蜿蜒包括了彭化 花州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小市集 就是这么几个地方 当时的在今天起之前 拜上帝会 势力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啊 我们上周给大家讲了 虽然这个朝廷官员 跟这个广西一带的人 都把拜上帝会当成一个基督教组织 对吧 都当成一个宗教组织 但是大家也没有说 非要去镇压这个拜上帝会 因为拜上帝会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冲突 跟当地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冲突 所以也到不了说官府去镇压他 但是呢 我们之前讲过这一带 本身就是什么呀 就是土匪 就是这个海盗 就是天地会 频繁活跃的这么一个地区 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土匪的暴乱 经常会有天地会的暴乱暴动 然后会有这个海盗抢劫什么的 会有很多很多这个事情 虽然其他的省份 像广东当时也不安定 这个地方也不安定 但是在广西这地方 格外的事多 所以广西呢 就引来了朝廷的关注 但是朝廷关注的并不是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都不是 都不在朝廷眼里都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帮天地会 这个海盗 是这些人 所以当时的朝廷就比较关心 说这个地方治安怎么那么乱啊 而且你别忘了 英国英政府也非常的头疼这块地方 因为什么呀 因为英国当时这个以香港为基地 当时广东海面全是海盗 对不对 英国呢也在清剿这些海盗 英国一去打海盗 这些海盗就跑到广西去了 所以当时英国就准备跟清政府 说咱们一块搞一次联合行动吧 集光行动 逮捕在德国的某位这个主国 哎不是 就是 咱们一块跟着这个清政府 英政府和清政府 一块出兵 对整个中国南海 中国南海活动的这些海盗 包括广西 咱们来一次全面总攻 这次总攻很快就策划就进行了 而且英国人 他们一策划 他们肯定去干 因为这东西干扰他们做生意了 对吧 英国人就是要做生意 所以这都特别的着急 英国人一打这海盗 这些海盗更完蛋了 海盗的据点都被摧毁了 然后船只也被击沉了 然后粮仓啊 藏身处啊都被烧毁了 所以剩下的这些海盗 从南海上撤出来这些海盗 又干嘛 又更往广西境内去深入了 他们就跑到广西去了 这样我上岸了 你就对不着 哎我到家了 你嗨注意啊 我上岸了 我上岸了 我已经不下海了 就跟几年前来的这波海盗 就接上头了 这波人都是什么呀 这波人都是天地会 现在都是天地会 本来就是天地会 跟这海盗 大部分都是一波人 所以呢 等于天地会 这个时候又增加了很多新的生源 他们又进来 然后大家融到一块去了 拜上帝会分布的这四块区域 中间之间隔都比较远 中间都是山区隔开了 这些地方 就是隔着他们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都是客家人 都不是客家人控制的 就是客家人是自己人 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客家人 不是客家人 要不就是非客家人 要不就是天地会 就是这些盗匪 要不然就是官府 所以这四块区域 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好惹 就是他们之间 这几个势力 每一个都不好惹 所以这四块区域 想要互相之间行走串联 非常的不容易 那你想想 这四块地方又不连着 他们的地盘又不连着 所以洪秀全呢 跟这个拜上帝会的 其他的领导人 他们就干嘛 他们想 他们需要互相这个去串联 他们要去讲道啊 要去传道啊 要去凑钱呢 所以他们就选在半夜 三经到五经的这个之间进行 一出门呢 就是大家手提一个灯笼 然后很多人并排着走啊 然后大家互相手拉着手 然后也跳着走啊 因为怕丢啊 怕这中间有什么被人截到 在初秋的时候 1849年初秋的时候 洪秀全有一次违反了安全程序啊 在他这个随从啊 还没有到旗子情况下 他偷偷骑马 他就走了 结果果然他一出去 就碰到了一伙强盗 幸运的是 这伙强盗 他竟然逃出去了 这伙强盗没逮着他 因为天太黑 但是呢 他把腿给摔坏了 把这个腿给摔伤了 这次非常莽撞的行为啊 就受到了这个拜上帝会高层的一致指责啊 董事会不干了 说你身为一个CEO 你怎么能这个骑着马 你这 天哪 你连保安都不带啊 你连保安都不带 谁来谴责他呢 我们上周讲到了啊 有两个啊 这就是在他跟他去救那个冯云山的那个过程中 两个人都离开广西的时候 这时候出现两个人 一个是萧朝贵 一个是杨秀卿 杨秀卿呢 没事就是上帝上个身啊 萧朝贵呢 就是没事就是耶稣上个身 哎 这个时候就已经洪秀全不是上帝的唯一代言人了 不是那个天庭唯一的代言人了 现在有 有天 有这个耶稣啊 有有有他爹啊 也都经常下凡啊 给他们传话 所以这个董事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谴责他呢 就是通过萧朝贵啊 然后耶稣上身 哎 这是我是你哥呀 你得听我话 所以这个 耶稣上了萧朝贵的身 然后谴责洪秀全 责问他 缘何不遵命啊 胆敢坏了上帝设下的规矩 出门代保安 这是你爹给你设的规矩啊 你爹设你了 哎 所以你得遵守啊 你现在你为什么你不遵守你爹设的啊 洪秀全呢 没办法 这个时候呢 打碎了牙往肚子又吞 因为头是拟起的 装神弄滚 这个头是拟起的 现在又多了几个装神弄滚的人啊 所以洪秀全呢 你又不敢反反驳 你反驳了 那不就是反驳了整个 他编造出来这神话体系吗 所以他没有办法 洪秀全呢 表示非常的痛悔 而且还做了一次公开的检讨 还写了一封检讨书 公开的检讨 说我我我不对 我有罪 我下次一定带保安出门 虽说有这些风险 但是呢 拜上帝会的首领们 仍然是经常要往来各处 他要经常走 因为什么呀 因为得有钱呢 你老在一个地方待着 你有钱吗 你没有钱 你到处这募捐去 对不对 你讲道发展会员 你这这个这个哪能 就只在一个地方 这个传教啊 你你得去到处发展会员去 你也让这个下线越来越多 这样的话 钱才越来越多 对不对 但是信徒们啊 很多的信徒 他因为你想当地有很多的复合信仰 有信甘王的 还还有信那狗男女的 对不对啊 什么信什么都 他本来就是迷信啊 然后宗教就掺杂不清 所以就有好多已经皈依了拜上帝会的 已经信了上帝的那个教徒啊 他们也会经常会有什么呀 会会有一些别的祭祀活动 就是他不光是只信这个 所以在整个拜上帝会内 就形成了好多什么呢 好多不同的派系 就有的派系呢 是比如说他原本是信这甘王的 他现在改信了上帝 有的人是原本我是信佛的 然后我现在改信了上帝 就是他们之间本身就有不同的团体 这些团体之间是有纷争的 所以洪秀权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 他要排解这些团体的纷争 但是你想一想啊 就是大家都是拜上帝会的 现在呢 拜上帝会的中央 他现在所控制的地区 互相是不连着的 过去我们有不同的信仰 那么这个时候会容易产生什么 其实很容易就产生什么呀 假传圣旨的现象 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就是说我是天庭 我上个天庭 对于拜上帝会的成员来说 上天是完全没有门槛的事 对不对啊 这个洪秀权跟冯云山不在的时候 随便便很多人都上天了 对吧 肖朝贵不就上天了吗 然后耶稣就附身了 杨秀卿也上天了 上帝就附身了 这里还有无数什么 还有洪秀权老婆附身的 还有什么这个 什么其他这个神仙观音菩萨附身的 什么附身 就这上天这事根本就没有什么门槛 是个人只要光往地上一躺 然后吐点白沫抽个抽个起来 说我奶什么什么下凡 然后这就等于就已经上天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为了加强自己的那个派系的那个 那个信用度 说你们都你们都是扯淡的 我们这个派系才是真的 所以这些派系里头 每一天都有人被上身 每一天都有来自这个下凡的附身的这个神灵 所以这个时候 这就让洪秀权 让整个拜上帝会的高层 非常非常的头疼 那现在就有一问题 就很多人就问 那为什么当时洪秀权 为什么萧朝贵跟杨秀卿装身弄鬼的时候 洪秀权不去反驳 洪秀权为什么要承认 因为很正常 因为当时洪秀权和冯云山 已经离开这个核心了 对吗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萧朝贵和杨秀卿的话 可能拜上帝会这个势力就散了 所以萧朝贵跟杨秀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在洪秀权和冯云山出走的这段过程中 他们拯救了拜上帝会 所以这就使得洪秀权回到拜上帝会的时候 他不能去否认萧朝贵和杨秀卿 但是他一旦不否认这件事情 那就等于你给装神弄鬼 出了一个口子 你给开了一口子 因为谁都可以来装神弄鬼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拜上帝会的中央高层 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就得怎么着 那就得说上身这事 咱们得制定一个门槛 对吧 至少你得把这事给堵死 你不能说谁上来 我都可以上身 说我刚入教 光我明天我就上身来 我洪秀权老婆上身来 你个死鬼 我拧你耳朵 就是你不能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想一个办法 那么这个时候 洪秀权频繁在这四块领地里头来回走 他的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他要去分别 谁是真的上身了 谁是假的上身了 也就是说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是我们来分辨一下 什么样的信息是来自上帝的 什么样的信息是来自魔鬼的 你注意这里头可没有否认说你是骗子 上身这件事情 洪秀权或者说拜上帝会的高层是承认的 谁都可以上身 上身这个事是真的 但是我要否认的是 有的时候可能是魔鬼上身来迷惑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是魔鬼上身 有的时候上帝上身 究竟是谁上的身 哎 我要来分辨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对 因为你不能否认上身这件事 否认了上身这件事 你就否认了萧朝贵 就否认了杨秀卿 就否认了洪秀权 对吧 那这上帝会又散了 所以你看 为了编一个瞎话 你就要再去编另外一个瞎话 去圆去 所以怎么分辨哪个是魔鬼 哪个是上帝 那就是说这中间 你大家得有一个 得有一个纲领 对不对 得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很难很难掌握 因为有的人 有的派系跟你比较近 那你不能否认他 对吗 有的派系跟你比较远 那你就得说 你就得把他否认掉 所以这件事情 就需要洪秀权自己亲自去做 洪秀权 以什么来判断呢 其实他也没什么可判断的 他就是看 你是客家人 那你上身就是真的 你是这个 你是外地人 那你你是外来人 那你这个就是这个假的 没有什么 然后这个净一半 反草一半 就是说咱们 咱们就是一半真一半假 就把它分开就行了 但是 从这之后 这个每一道一个地方 他得跟这当地说 我告诉你 带着这个萧朝贵 带着洪秀权 把这个上帝 把耶稣都请下来 然后三个人 你看我们一家人 三个人都到这了 现在从现在开始 咱们统一一下 只有我们三个人上身 其他人都不能 通通不能上身 洪秀权谈不上上身 因为洪秀权本身 就是上帝二儿子 所以现在能上身的 这个整个这里头 就只有三个人 其他人都不能上身了 而且有一些时候 你们的这个上身 是很危险的 你不要乱上身 因为你分不清 你们一烦人 你们也分不清 哪个是魔鬼 哪个是这个上帝 对吧 不能乱上身 上身的人 我们也不能说 他是错的 我们就 我们就只能说 这事反正 从现在开始 你别乱上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如果要是说 谁都能乱上 那你真保不齐 又在哪 又出现一个萧超贵 又出现一个杨秀清 对吧 那你这教可能会分裂 当然我还说了 他们互相之间往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钱 钱非常非常的重要 钱对于这种组织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 吃饭你也要钱吧 喝水你也要钱 穿衣服你也要钱 对吗 印小册子传教你得要钱 然后有一些 那人家为什么加入拜上帝会啊 是因为上帝爱你们 你拜 我特别穷 我吃不上饭 我进入到了拜上帝教以后 然后我能吃上饭 叫这个兄弟姐妹们 会那个互相帮助 对不对 那你要帮助这些贫困的教徒 要什么 还是得要钱 所以往外奔走 让更多的人进来 那你都需要钱 更别说 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中间要经历很多危险的地带 这些危险地带 你要走 你得请保安 对吗 不是说请保安吗 你可能你自己教徒 就可以做保安 但是你得武器吧 你做武器 你也得要钱 是不是 然后你还要建一些什么股仓啊 你要囤粮 对吗 然后你要这个买药 你都要钱啊 所以 而且还有更别说 还有好多的拜上帝会的 这个被当地的士绅 比如那王作新那样的士绅 给抓进去 就串通官府给抓走了 你要想救他们 那不还是得要钱吗 对不对 我们还说回那个王作新 那王作新 他是当地的乡绅 我们上周已经讲了 就是拜上帝会 已经跟当地的乡绅 已经跟儒教的这个传统观念 产生了非常大的价值观的冲突 所以 当地人必须在站队 就是你是到底是信官府 还是信乡绅就是信官府 还是信拜上帝会 所以这个时候 两边是要站队 这两边已经开始对抗了 王作新为首的这些乡绅 他们就认为 整个拜上帝会 你砸我们的甘王庙 你这属于败坏 我们乡里的风俗 乡里 这是整个中国的道德价值的基础 就是乡 就是道德价值的最 最少的 最那个小的单位了 所以 你这么破坏 我们的这个道德价值 那他们非常的讨厌 这个拜上帝会 所以1847年到1848年 冯云山卢六 关到监狱里 就让最后卢六 给整死在监狱里 这是他们报复的事 对吧 1849年夏天 王作新又把两个拜上帝会的教徒 给抓起来 又给扔到监狱里去 其中一个 就是黄玉珍的那小儿子 五年前 那个洪秀全曾经写书 写了一封康埃经昂的 那个抗辩书 结果把他小儿子给救出来了 这回又把他给弄进去了 但是现在你再想写这个书 说吧 这个黄玉珍的小儿子 再给救出来 这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双方积怨已经太深了 你把人家庙都给砸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你想去什么投书中央啊 什么这个 没有人管得了你 因为他们是地方乡绅 所以拜上帝会 想要把这些人救出来 那怎么办 那就得四处去筹钱 那我就只能贿赂 然后我只能去赎买 然后把他给弄出来 所以他们就去到处去 去筹钱 当时其实筹钱的工作 好不好做呢 其实筹钱的工作 非常的好做 你想一想 都已经信了上帝了 你都已经把这些老百姓 忽悠成这个样了 很多的人都觉得说 我可以拿钱出来 当时萧朝贵就说 说什么呀 这个 当然是借着耶稣的名义啊 耶稣上了萧朝贵的身 然后萧朝贵说 就是希望家里头有粮食的人 有钱的人 咱们拿出一半啊 咱们都捐了 捐给这个组织啊 组织拿拿去以后呢 为那两位教友去赎身去 有的时候 这拜上帝会 也会做那个什么呀 也会做那种集会啊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 聊一聊 如果吝啬小气的人 哎 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哎呀 就死了以后啊 不愿意捐钱 活着的时候不愿意捐钱啊 然后吝啬小气 不愿意跟人分享的人啊 等死了以后 是怎么样啊 会下地狱啊 会被烈火烧啊 烤串啊 撒旦给你烤串 然后这个会刷酱啊 然后会会会撒盐啊 然后会会怎么着 烤老一点啊 然后就这个哎呦 就吓唬大家 所以很多的这个拜上帝会的教徒 就在这样呃 威逼利诱下啊 也有虔诚教徒 他自愿捐啊 不虔诚教徒 行我要烤串 我死了以后 也被坐成烤串 他就害怕啊 所以呢 这很多人就要去捐钱 这里头 这包括那个当时啊 有很多这当地比较有钱的人 比如说有一家姓石的 就石大开他们家啊 后来的翼王石大开 石大开他们家 石大开他们家 就是属于自愿的 哎 不管是被忽悠怕了 还是说他真的信他啊 这个至少石大开 当年19岁 非常的相信 这个拜上帝会 虔诚的教徒 他就回去跟他们家说 说得了 咱们家捐吧 说捐一半家产 捐巨资救人 这是上帝所愿啊 当时他们说到上帝啊 还有一个给上帝还起了一个外号 他们管上帝叫高老 高老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高老就不是上帝了 高老就有点像是你们家的家务事啊 有点像你们家的长辈的意思 所以他们向大家募捐的时候 他们都在说什么 这是咱们自家的事啊 咱们自家的事 但是筹钱 这事他们筹了很长时间 也筹了不少钱 可是当他们拿着这个钱 想去官府救他这两位教友的时候 结果发现官府可没有那么大耐心 这两位教友已经被严刑给打死了 已经致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人已经死了 那你还救个屁啊 所以这个募捐活动到月底就中断了 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 王作新又抓了他们两个啊 又抓了两个这个教友 所以他们又展开募捐 整个残酷的过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就整个在1849年 拜上帝会还不够有钱 这个时候 拜上帝会的高层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继续发展的话 光靠这些穷苦老百姓的捐助啊 光靠这些穷苦老百姓 他们家才有几蛋米啊 没有多少东西 就算给你一半 你也发不了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拉拢谁 我们要拉拢当地有钱的人 所以当地有钱的人 那其他的人都是乡绅阶层 对吧 有钱人肯定都是传统乡绅阶层 乡绅阶层 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你拉得动吗 你拉不动 所以他们的目光就放在了哪呢 谁是有钱人 谁融不入当地 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有两个家族 一个就是石大开他们家 一个就是伟昌辉他们家 石家和伟家 石家 石家是客家人 他们家是客家人 然后呢 石大开19岁 就一心追随洪秀全 后来也成了最著名的太平军将领之一 他们家是属于前程的 都是自己人 因为是客家人 金田村的伟家 就是伟昌辉他们家 他们家特有钱 他们家有好多当铺 也有很多的这个店铺 然后还有好多田 伟家之所以进入拜上帝会 就是因为他们融不进当地 因为他们家过去跟当地的壮族人通过婚 通过婚之后 就是等于你们家混了土著人的血脉 血缘混杂了 所以当地的士绅就不带你玩 所以他们家虽然有钱 他们家也当地也没人敢欺负他们 但是他们没法欺身 真正的那个士绅的阶奏 他们也有人去当官 但是他们能当的官就什么呀 就在兵营里头当个小官 然后在什么这个衙门里头当个差役 他们家也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这个家族又特别特别的有钱 所以当洪秀全去拉拢伟家的时候 这种家庭一拉就上钩了 那既然是说 反正我们也不爽这个当地的士绅 我们也不爽当地的士绅 所以我们一块 我资助你 但是当时的拜上帝会 还不太想让人知道 说这些家族资助我们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太过高调的话 会出现什么 你会跟官府直接对立 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实家伟家 过来资助过我们 所以至少在1850年的2月初的时候 他们是对外根本就没有公开 说有这个 这个 维家 这个 有广西人路过那次念维 他说 就维家 所以1850年的2月的时候 他们家还 他们还没有说 说维家资助我们了 但是当地还有一些 跟维家非常情况非常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胡家 胡家2月份的时候 曾经向洪秀全提议 说要不然我们家 把我们家所有的田产都变卖了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资产都捐给 拜商地会 已经天赋天兄之伟业 行不行 结果竟然到这个时候 因为胡家掌握的地产太大了 如果胡家突然一下卖地 如果胡家突然就卖地了 卖了地之后 怎么办 官府肯定会注意到你 那你这钱就干什么去了 那这个胡家的动向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 洪秀全在经过他们商议之后 他们拒绝了 先不要动 以后用得着 你们的时候 你们再卖 不着急 然后以后再说 现在完全不用着急 你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洪秀全 或者说这个时候的拜上帝会 其实他们不是说没有钱 他们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不太敢要这个钱 因为他们不想招官府的注意 1849年 为了营救那俩育友 到处奔走 结果最后还失败了 营救失败了 这件事情给拜上帝会 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是直接把拜上帝会 推到了官府 或者士绅的对立面 杀人成命 欠债还钱 这个是中国老百姓的 一个最骨子里头的思想 对吧 因为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杀人成命 欠债还钱 过去 如果说 我们跟乡绅阶层 只是一个庙的恩怨 只是一个甘王庙的恩怨 那这个事还好说 但是现在 你弄死了我们一个卢六 弄死了我们两个教徒 你现在还抓着我们两个人 所以这现在已经是过了命的问题了 所以这件事情 官府弄死了这两个教徒之后 那么直接就让拜上帝会 跟官府就对立起来了 那么你想一想 同时跟官府对立的还有什么势力 我们刚才说天地会跟官府也是对立的 对吧 或者说除了天地会以外 那些盗贼 他们跟官府肯定也是对立的 对吗 所以现在整个广西的地头上 那么就出现了两大股的对立势力 一个是相声和官府的势力 他们是一伙的 一个就是官方的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天地会加上合肥加上拜上帝会 他们是对立的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就好说了 对吗 敌人的敌人 是什么 就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为了活命 那么自然而然 天地会跟拜上帝会的关系 也就有所缓和了 当然他们之间还是会有抢劫 他们还是会去抢那个 那个拜上帝会的信徒啊 他们之间还是有这种小摩擦 但是从这个时候 洪秀全对于天地会的那个态度 已经慢慢慢慢的转变了 洪秀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说什么呢 他的原话说 他说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 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 此种主张 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 果然是不错的 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 我们可以扔说反清 但不可再说复明了 无论如何 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江山 当开创新朝 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去 我们老说农民起义 我们就是因为把这事 规结到农民起义 好像农民的力量就无限 很多的时候 大家忽视了 为什么太平军非常的有战斗力 为什么 因为太平军里不是闲人 太平间里不都是农民 如果说没有这些深经百战的天地会 没有这些海盗 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 和当地的这个拜上帝会融合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信了教了 对吧 如果不是这些人的话 那么太平军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战斗力 所以这个时候的红秀权 虽然他的态度改变了 但是跟这个天地会 他们也没有什么官方的合作 天地会跟拜上帝会 不能说是敌对关系 他们只是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互相之间还是看不顺眼 天地会是以抢劫为生的 所以我该抢你还是抢你 但是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这敌人是谁啊 就是官府 这个时候的红秀权 他就已经不会再把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四块根据地 然后可以说 他活动了一六个之后 他发现 他虽然现在没有钱 钱是一个问题 但是第一 他不缺钱 如果他想要钱的话 其实是有人想来捐助的 他是可以拿到钱的 第二 他缺人嘛 他缺人 但是呢 人也就放在那 如果我们能去联合那个人的话 那么就很简单了 对吗 那帮天地会也是我们能联合的人 所以人和钱这件事情 现在总体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于是这个时候的红秀权 他就有点开始琢磨 他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 红秀权在1950年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 七言律诗 这首诗里就提到了汉朝明朝的开国之君 刘邦和朱元璋 他就提到这两个事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看啊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出身贫寒的 他们都是揭竿而起 推翻了暴政 最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绵延数百年的新王朝 对吗 你看啊 之前他说天地会是什么呀 反清是可以反的 但是复明是不可以复的 对吗 那言外之意 就加上他1950年的这个变化 那你想想他现在想什么 他现在想的就是 我们应该恢复 1850 1850 那个口误啊 1850 我有的时候会说口误啊 然后那个 这个这个 有好多那个弹幕里头 你们也不提醒我 那然后我都是听录音的时候 我才发现 1850啊 1850 然后在1850呢 他又写这首诗 那言外之意什么 就是说他要恢复的是 他要开创一个新朝 他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那个江山 所以他开始写这种诗 那就说明在1850年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去想到他之后要去做的东西了 他还是感慨 他说你看啊 我现在想干这事一点也不晚 因为什么明太祖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都已经40岁了 所以他呢 就老把自己比做什么呀 他说我呀 就是一朵在秋季盛开的菊花 哎呀 他把自己比为一朵菊花 他说菊花正是风华绝美之时 秋季的菊花吗 啊 风华绝美之时 这首诗就是 近世烟粪大不同 知有天意起英雄 神舟备献从南献 上帝当重 必竟重 明主敲诗 曾永菊 汉皇至久 尚歌风 古来事业游人做 黑物收残一见钟 写来挺公正 把自己比的菊花 秋天的菊花 那我们就想一想 那如果说 你现在已经开始考虑 未来的事情了 那你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野心 已经是建国了 对不对 已经是要当皇上 要开创新朝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那 你撒泡尿自己罩着 你是那块料吗 对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 他是不是这块料 1950年2月的时候 拜上帝会的军事组织形势 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 他们的用语 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 从这个月开始 提及拜上帝会 有一支来往于 四处根据地的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 就是他们在 整个四个根据地的 武装保卫力量 就是他们建了一个 叫什么 教卫军 这个卫教军 咱们现在有一支卫教军了 这支卫教军 没有多少人 刚开始就是一二十个人 你说就是听着挺热闹 就是说听着 哇他们1850 1850的二十月 就是我老口误 就是听着挺牛的 魏教军都有了 但是实际上最开始只有一二十人 后来也就发展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呢 就是整个拜上帝会 倾其所有给他们的一些装备 给了一些粮食 给了一些后勤的补给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游击计划 就是说我到哪去骚扰谁 然后如果出现了问题 我们怎么作战 而且他们开始有计划 有组织 有周期的对一些据点来轮番进攻 这些据点在1850年的时候 有大部分是官府的据点 是乡绅官府的据点 就是非客家人的据点 还有一小部分就是海盗的据点 天地会的据点 他们管这种作战叫什么呢 现在大家知道 一打这种仗 都听说这是盛战 他们这叫青妖 他们不是要斩妖除魔 他们这叫青妖大作战 所以他们轮番进攻据点 这是来青妖的 但是实际上刚开始一二十个人 打一打就完了 而且他们在四个根据地来回走 很累 对不对 所以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 它发展越来越多 然后各个根据地 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 协同其他的武装力量 然后慢慢的 就是说我们有骚扰 有包抄 开始打战术了 然后还有一些攻击报告 还有一些战斗报告 洪秀全 这个时候 他也在东北方平山根据地 就开始建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因为之前不是把腿摔伤了吗 他动不了 他把腿摔伤了 动不了 所以他正在这养伤呢 这个时候洪秀全 既然我在这养伤 就算是在最前线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指挥一下部队 然后听一听这个情报 对 就成流寇了 这个时候洪秀全 别人叫洪秀全 都叫官 都管他叫官 但是什么官没说 就管他叫官 洪秀全 自己管自己叫什么呢 叫太平王 拜上帝会的首领们 经常聚集在指挥处 指挥部 然后探讨用兵 但是探讨用兵 我们今天说啊 说这个呃 各个这个拜上帝会的首脑 啊 在这里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按照记载的话 当时他们的探讨是非常火爆的 经常拍桌子打架啊 骂人 因为这没什么文化 都这个时候就是 他们就是这么亲切友好的交谈 但是呢 因为毕竟是刚刚组织起来的武装 而且没有人会打仗 谁也不会打仗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经常会协调不好 比如说粮草 很快就用完了 然后呢 跟前线的那个联络 经常就断了 所以就很快 那个部队就陷入到绝境了 就被人包围了 洪秀泉临时的这个住所 其实就在刺骨村 东边一点 就几公里的位置 拜上帝会的势力的 这个最南边 有一个地方叫白沙村 这个白沙村 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泄斗 这个就是太平军 就是如果我们这会儿还能管他叫太平军 因为这会儿还没有太平军 就是拜上帝会的魏教军 初期打仗的一个缩写 就是他们初期打仗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说洪秀泉 这因为有这 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记录 说这个平贼 除妖 平贼 打这个妖鬼 就说这个洪秀泉 有一天问他这个白沙村的事 他问一个叫做罗能安的一个教友 说你给我讲一讲白沙村这个战役 你给我讲一讲 说听说在那打了一场 咱们魏教军在那跟这个 这个妖鬼啊 打了一场这个歼灭战 你给讲一讲 然后这个罗能安就给他讲 说这个白沙村啊 有一个叫李德盛的 然后他有一朋友叫林凤祥 李德盛家里头有两头牛 耕牛 然后林凤祥家呢 有牧草 李德盛就把这羹牛 扔在了林凤祥家 这个吃牧草啊 结果呢 过了没两天 从别的村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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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伟村啊 林伟村呢 就来了一帮 乡绅啊 就来了一帮当地村民 不是客家人 就过来 跟这个李德盛要钱 说 那个林凤祥 放牛的时候 吃了我们村的草 李德盛就不干 啊 然后呢 这个 两个贼呢 啊 就是有这两个村民呢 就到了那个林凤祥那个地方 就把他牛牵走了 林凤祥就着急了 他就想把这个牛给夺回来 然后呢 就把这个牛给抢回来了 可能两边有推散 结果 过了一会儿啊 这两个人就回村了 回村之前甩下一句话 说你还给我等着啊 然后就回村了 过一会儿就来了四五十人 到林凤祥面前 然后就打他 打他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林凤祥和李德盛这个村啊 啊 这白沙村啊 正有八个人坐在那个村口吃饭的 结果看见以后呢 就赶紧就上去 就打起来了 啊 然后五个人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棍子就冲上去了 然后这前面对方来这四五十人就散了 然后还有青角的战利品啊 小获得藤牌二面 红粉一香 大炮五把 大炮啊 这说不是那大炮啊 你想多了 大炮就是土枪啊 那边都管土枪那大炮 说大炮搅了五把 然后这个胜利了 五个人赶走了四五十人 过了一会儿 又对面村又来了两百多个人 又过来交战 然后本村又说白沙村又出了五十八个人 跟他对仗 这场又把对方给打跑了 啊 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嘛 所以这个比较彪悍啊 然后这一仗呢 还有战利品统计 小获得藤牌三面 红粉一香 毒炭炮两把 猫尾炮一把 毒炭炮 猫尾炮 就都是土炮 土枪 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说这个 这个到现在啊 这白沙村呢 一共住了咱们一百八十个兄弟 啊 说这个一般来说 没人敢惹 这洪九泉听了也好高兴啊 哇 就打这么大规模的歼灭战 我天哪 这个死人没有啊 没死人啊 就是这个两村打仗也没死人 这个 哎呀 洪九泉就要担心啊 说这个村里 这白沙村一百八十个兄弟 怎么 那他们粮食问题怎么解决啊 这这作战能力 这精锐部队啊 那这个军粮怎么就 你别笑啊 他说的问的真的是 军粮啊 怎么解决 然后这个 这个罗腾安 罗腾安就汇报 说这个李德胜啊 他们他的表亲 有一姓吴的表亲 说出粮食两千代 他那个表亲是个地主 出粮食两千代 资助这一百八十个人 洪九泉特别的高兴啊 说那马从哪来啊 说那战马从哪来啊 然后这个罗腾安说 说有一个叫秦日刚的人啊 他家养马的 可以贡献十几匹马 哎呀 洪九泉特别的高兴啊 说要不然这样吧 把这个白沙村的这个作战 精锐部队啊 调到我们身边来 试班师 留十几个人 你看对方来几百个人 咱们这也就四五十个人 把他打跑了 对不对啊 所以留十个人 在白沙村助手 让剩下的人带着粮食啊 参加咱们这个游击小队 帮助咱们所有的这个根据地啊 一块维持治安 好不好啊 然后这个 大家都非常高兴 就那会儿的打仗 就是整个这个这个 太平天国初期 或者说 败上一位初期的那个作战 这就已经是一场巨大的歼灭战 不过作为起步来说 听着还是挺热闹的 你算一个账啊 你想一想 白沙村民加入了败上帝会 然后就能提供两千弹的粮草 两千弹是多少啊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概念了 两千弹就是一百多吨啊 这粮食就一百多吨啊 如果说 这一百多个人加入到了败上帝会 要是遭到官军大举围攻 那么这些人非常的重要 这些人不重要 这些人当然也重要啊 他们他们能打 然后他们还有一百多吨的粮食 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盟友啊 如果要把这些人招到中央根据地来 那就不怕了 对吧 那这这我们的武装就壮大了 所以你看啊 败上帝会就是从 就是从这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从这几千弹粮食开始做起的 所以今天起 后来有那么大的规模 你觉不觉得特别吃惊 就是能见人有如此大的规模 那其实这其实是一个挺让人吃惊的 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广西那边啊 大家都知道啊 一说这个传销啊 一说传销都都都得广西找啊 都得南宁什么的 这这为什么呢 这对这个题就给你一个答案 民风本来就彪悍啊 然后呢 这个土地比较贫瘠 交通不太方便啊 然后信仰比较复杂啊 族裔比较多多元化 所以这就是原因嘛 拜上帝会的首领 那你说这180个人 他加入到了拜上帝会 能打对吗 那问题是这180人 跟不跟我一条心呢 因为他们只是因为有人欺负我 有人瞧我们家村民牛 所以我跟你站在一块去打 但有没有 有没有二心 会不会有二心 有一些首领 会把这些新招募人来 直接就叫兄弟啊 有的人不觉得 有的人管他们叫妖人 更别说这里的有一些人 可能是天地会的人 就过去咱们是打过架的 结果现在你过来投靠我了 那你很显然你是妖人 有的时候啊 这个萧朝贵代言的耶稣 他代言的代言号的耶稣 就被问啊 被别人问 说这个耶稣啊 耶稣天凶天凶 有什么看法啊 哎呀 萧朝贵说 这个这些新来的人啊 只要来投靠我们太平天国的 都是好人啊 对太平天国的大业 都有好处 但是洪秀全还是不放心 他认为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时来破阵也 是来找麻烦的 虽然有这些疑虑 但毕竟现在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了 那加入拜上帝会 你首先要干什么 你首先要洗礼 对不对啊 洗礼至少从仪式上来说 你基本上就已经归顺我们了 所以1850年2月底 在这次白沙村泄斗之后 有一天夜里 又有一天里头 四百多人同时接受洗礼 洗礼的过程怎么样 先听长篇的演讲 红旋全演讲 然后告诫他们 给他们讲这个六戒 或者讲这个十戒 然后呢 给他们讲这些什么故事什么的 然后给他们讲耶稣 给他讲上帝 这讲完了以后 但最后最后要嘱咐 说回去以后呢 各教导各妻子 你先要发展你的妻子 各教导各子女 各练成天堂子女样 知道吧 后来自有分段也 就是说你们回去 先把你们家人发展了 你们家人要是跟你一块信的话 那就妥贴了 最后当然不忘了喊一下礼物 说什么呢 这个礼物 口号 有礼物同一体 无礼物同一样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礼物 反正直播都随便听 对吧 就我们这直播 我们也没说要礼物什么的 就是有礼物同一体 无礼物同一样 还有没有礼物随你变 各个紧口零变 一家有事 千家有一家无事 千家无 其实这种口号 你今天听也不陌生 那个 都这么喊 对吧 那个什么 这个一次黑社会组织 中年cos团体 cosplay团体 一人有事 大家当 一人有钱 大家话 呵呵 就那也这样 所以 就是一家有事 千家有 一家无事 千家无 大家就是有事一块单 就是喊喊口号完事 可是到了1850年的4月初 随着人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的拜上帝会的人口 武装组织 光是武装 就已经有了几百人 这个时候的洪秀全 有几百人 他已经敢干什么 他已经敢去幻想了 这时候的洪秀全 经常已经开始穿龙袍了 不过呢 他只是私下在穿 他没有从来没有公开穿过 他只是在教徒的家里头 他会穿上龙袍 这个时候 有几百人的洪秀全 想的已经是不一样了 有一份 台湾天国在当时的一个文献 然后记录了一下 就是当时受洗的这个情况 这个仪式呢 是在1850年的4月9号举行的 然后地点就是在洪秀全的平山的根据地 就是他断腿那个地方 受洗人的名字 叫谭顺天 谭顺天 谭顺天 大家知道 后来也是台湾天国的一个大将 一个重要的要将 谭顺天是怎么入教的呢 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过程 就是谭顺天的介绍人是耶稣 就是萧朝贵啊 因为他有介绍人嘛 这么重要的将领 他又是当地这个民团练的头目 所以萧朝贵啊 代表就是耶稣啊 向萧朝贵问话 不是 向谭顺天问话 洪秀全呢 坐在边上听 情形是这样 对话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这个耶稣问啊 萧朝贵问啊 问这个谭顺天 谭顺天啊 现今讲话是何人 谭顺天说是耶稣啊 然后耶稣问说这个 坐在床上是何人啊 是二兄 是你弟弟 说他是谁人拆来啊 谁派来的 然后这个谭顺天说是天父拆来啊 然后耶稣说呢 天父拆来 他是何样人啊 这都是原话啊 很有文化的对答啊 非常有文化 这就是上帝的话嘛 很有禅机 然后顺天说 天父拆来做太平主也 然后耶稣说呢 增得星光 变见高老 高老就是上帝啊 哪样说 这个谭顺天说 是说众兄弟 增得二兄体 变见天父也 何王是谁人 是二兄 那就是你 你你你 你向谁效忠 向二兄效忠 那向这个洪有权效忠 然后耶稣说了一句 非常有禅机的话 说什么呢 而要认得他 天上信实高老 信实高凶 就是说你要认定 上帝认定耶稣 地下 在地下 这方方面面面的 信实耳二兄讲 不好忤逆 要顺从也 谭顺天听完了以后很感动 说小弟 一心敬天父 及天兄 顺从二兄也 这样 然后呢 又问 说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天父在地上 不是有代言人吗 不是有杨秀卿吗 杨秀卿不是那个 上帝没事上一下身吗 所以这也不能忘了杨秀卿 说这个双星搅起是谁人 谭顺天说是东王 就是杨秀卿 何乃是谁人 是东王 也是杨秀卿 然后天兄又说 你要认得他 耳要认得他 高老托他口奖 就是高老没事了 上他身 通过他说话 天下万国 都要过他口也 所有上帝 传下来的话 都要从他嘴里说出来 懂了吗 这个谭顺天说 值得 然后耶稣又说 顺天嘛 顺天呢 苦练耳 慌不慌 就是说给你苦练啊 这个任务很坚决 慌不慌 他顺天说不慌 然后耶稣说 耳要认识来 跑路 跑到尾 钻得米筛眼过 后来有分段 太平式 式定 但要紧口 根基 不可被人拾透也 你一干这个工作呀 你可要 要跟我们跟到尾啊 你要忠诚 跑路 咱跑到尾 是吧 你忠心耿耿的 后来自有分段 但是注意 事成之前 可不要泄露了天机 不要得谁跟人说 你是上帝 给你的任务 什么的 你这 不要这么说 谭顺天 谭顺天 谭顺天特别的高兴 遵命 第二天 谭顺天正式受洗 这个时候的时局动荡 越来越多的男女 就加入了拜上礼会 那这个时候啊 就出现了一个管理的问题 管理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 你要知道 当大家 你想啊 拜天 拜上帝会 本身他们底下有很多的复合信仰 对不对 有很多人最开始不是信上帝的 他们现在加入了上帝 加入了拜上帝会 但是他们之间其实信仰是有冲突的 有的人信的是这 有的人信的是那个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当大家都到了中央来 都到这个地方要启示的时候 那么就出现了管理问题 有一些人经常会产生口角 你是这个村的 我是这个村的 你是那个村的 我是这个村的 所以大家 村和村者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是一农业社会 大家是一宗族体系 尤其是在南方 它是一个宗族体系 你是我家人 我是你家人 咱们俩 是 这个不 咱们俩是这个 敬畏分明的 那你也别理我 我也别理你 对吧 大家都是自己家人 以家族为单位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 就会出现抱团 很多的派系会互相的斗殴 会互相吵嘴 所以这个时候又难倒了 拜上帝会的这诸位高层 不过洪秀全 我们还得说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之前那个六届里头啊 有规定 就是行为放荡 这是不行的 这是要这个批评的 因为这个摩西十届里也有啊 对吗 这规矩也很严呀 所以 在1850年的时候 他们搞出了一个管理体系 这个管理体系 可以说就是太平天国成功的一个根基之一吧 到后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 也是沿用了这种管理制度 就是打散家庭 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什么家庭了 就是在我们这个拜上帝会里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对吧 再也没有什么家庭了 没有什么夫妻了 没有夫妻这件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 家庭瓦解了 没有家庭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 没有私利了 对不对 所以太平天国直接实行男营女营制 我们只把人分成男女 其他的我们全都不分了 就是没有家庭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邻里 什么都没有 就是家庭 创立这个拜上帝会的冯云山 他的妻女是在关禄部 在广东的留在家里 所以他本来就没有家人 所以他就是男行营的一个表率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胡九妹的一个女子 他就是变卖了家产 那胡适 不是把家产都变卖了 捐给那个拜上帝会 他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女儿 他就是女营楷模 因为他没有结婚 他没有男的 天父还借天兄耶稣之口 当然借耶稣之后 肯定就是肖朝贵说的 还送了一首七诀古诗下凡 跟大家称赞 夸这个姓胡女子这个德行 说妇人看见胡景水 酒济清净 正包茶 山幅大小 树无荐 红花一朵 载人家 哎呀 你太棒了 你就是这个女德 女德班这个讲师 天父之妻 也借着这胡九妹下过凡 带来了上帝对于各个会众的御旨 说什么呀 说这个胡九妹为了感谢大家 支持 给大家做出表率 所以胡九妹 天父的 天父的支妻下凡来 说你们一定要听天父的教导 第二个呢 要听哥哥的教导 要听耶稣的教导 可不能返草啊 就可不能这个这个忤逆啊 不能这个有意见啊 这种道德劝诫 当然光说是没有用 你必须还有一个惩戒机制 太平军从建立初期开始 太平天国从建立初期开始 从分了男嬴女嬴 对于男女之间这苟且之事 就是极度的痛恨 虽然后来洪秀全的老婆都是拿号编的 人实在太多了 但是他却不允许下面的人 哎 搞这种事情啊 这种事是不能搞的 比如说有记录的 有一叫黄汉清的拜上帝教教徒 跟一个妇人 跟一位女教徒私通 结果被发现了 被发现以后是怎么判的行呢 重打140重棍 140重棍打起来 黄汉清就打死了 就肯定就挨不了140 因为这 那个妇人虽然是受了黄汉清引诱 但是对不起 你也犯了戒了 棍机100 俩人就活活给打死了 就是这么狠 这种神人交织的家庭关系 它势必让天意跟现实的训令相混杂 对不对 你比如说 萧朝贵 他是替耶稣代言的 所以他要称洪秀全为什么呀 二弟 对吧 因为他是耶稣嘛 耶稣管洪秀全叫二弟嘛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玉妹 就是洪秀全的一堂妹啊 不是他亲妹 他娶了他了 所以两个人还是殷亲 那这时候就有意思了 萧朝贵要是想让他老婆听他的话 怎么办呢 哎 很简单 他就是耶稣上一下身 哎 告诉洪秀全的玉妹 你要顺从我 因为你哥哥就是我弟弟啊 对不对 乱了 而且这萧朝贵经常这么做 没事就耶稣上个身啊 跟他老婆做个爱 不是就是跟他老婆这个骂个街 训训他老婆 那些天降的玉址 就像传给胡九妹的那个玉址一样啊 也会传给拜上帝会的其他的显贵女子 比如说陈家二女儿的陈二妹的传话 就是这样 就说这个 说1850年的1月30号 天凶降狱陈二妹 说陈二妹 妇人家要知道闪避 这个男有男行 女有女行 扫审要何 扫有不是 审坐这些 审有不是 扫坐这些 总不好相争 你看见没有 这个 哎呀 耶稣说的话 多么的有文采 扫有不是 审坐这些 审有不是 扫坐这些 总不好相争 就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事 降旨禅二妹 我们只能从这行文里头 从耶稣说的这话里头 我们猜吧 可能就是陈二妹 他们家扫婶 有一点不合 估计就是产生了一点什么口角 然后耶稣下来劝个假 耶稣挺忙的 因为陈家二女儿 这都是当时赞助的大户 所以赞助大户 这家里出了事 这耶稣得下凡 然后得特意得过来跑一下 要不然关照一下 要不然你赞助白交了 你这火箭白刷了 对不对啊 所以从这类的宣誉 就发展出后来太平天国把男女 分别编入男营和女营的政策 一直到了天国成功之日 夫妻才能团聚 太平天国发展这项政策 不光对妇女的生活 有严格的约束了 也促成了什么呀 当时整个中国没有的一个部队 军者 就是女兵 因为我们知道 本来客家人 客家人因为她的妇女不裹脚 对吧 客家人的妇女是可以干活的 客家人妇女不裹脚 她有战斗力 这个时候又分成了男营和女营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女军 哎 这个就不一样了 当然你就说杨家将也有女军 但那不是成建制女军 人家太平军 这是正经的 有战斗力的女军 而这女性在太平天国的官僚体系中 是可以当官的 虽然实际上没有人当官 但是她是有当官的权利的 至少在上帝面前 我们标榜的还是什么呀 男女是要平等的 这个破坏了家庭 拆散掉了家庭 只是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 分别编入大的集体里头 这样的话很利于什么呢 很利于团结 很利于太平天国的后来的战斗力 男女分营的主张 适用于参加太平军的 太平军的所有的未婚男女 之后洪秀全还把这个政策 扩充到了已婚夫妇 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太平军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想人口是一生产力 所以我们应该鼓励生育 对不对 但是当时洪秀全 就是说在太平天国那个年代 因为你想啊 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 人意味着什么 人意味着战斗力 但同时他也意味着什么 他意味着嘴 如果这个人不能生产 不能战斗的话 那么他只吃饭的话 那么他对整个集体的消耗是什么 他只是在消耗 他没有产出 对不对 所以小孩这种东西 就不能存在于太平天国里头 因为如果你让小孩存在了 那么这相当于多了好多吃饭的嘴 所以在太平天国实现目标之前 严格控制人口 那么不让夫妻做爱 不让已婚夫妇做爱 不让已婚夫妇见面 把他们完全拆开 你们不做爱 你们就没有机会生产 对吧 你们没有机会怀孕 那么人口就不会增加 但是这个时候 那你想一想 不让男女生产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就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交构是一件肮脏的事 但我们认为生殖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 生孩子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 为什么 因为无后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本着这个繁殖 可是呢 现在太平均不让你繁殖了 不让你繁殖 这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你给儒家的这个观念 完全站在他对立面上 就是我不让你繁殖了 我现在只让你生产 我现在只让你生产 只让你战斗 咱们不生孩子了 生了孩子反正也是吃饭 没有用 还是个拖累 但是话是这么说 就是说 他是把别人都分开了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 在他还没有出这个政策之前 他就已经在想着 怎么破坏这个政策 因为他是特权阶层 他是皇上 他是天兄 他是要保证的 他的舒适享乐 他自己要保证 所以1850年1月的时候 洪秀全听到了 从关禄布飞地过来的消息 说什么呀 说他的老婆赖世 发妻赖世 在1849年的11月23号 产下一子 母子现在平安 这个消息 让洪秀全非常的高兴 非常高兴 然后洪秀全就给他的孩子 起了一个名 叫天棍 也就是天之贵子的意思 但是后来他孩子 学名叫洪天贵福 后边还有一福 但是最开始 他的孩子就叫洪天棍 天之贵子的意思 他把人都分成了男婴女婴 这个时候他怎么对待他家人呢 他可没有把他老婆给扔那 他不能不做爱 他必须得做爱 他还得该享受 然后各个王 什么杨秀卿 什么萧朝贵 冯云山 这些还该做爱 都得做爱 憋着不行 所以洪秀全接到这个消息的五个月内 他就开始准备 把他的家人赶紧接过来 所以1850年的6月中 他突然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说你们过来吧 这封信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写的是什么 这封信已经流 已经这个遗失了 但是呢 这封信 他没有亲自去 他是拖了三个教徒 然后就带 把这个信带回家 这三个人就乔装打扮 因为当时官府也在追他们 对吧 然后中间还有强盗 所以这三个人呢 就带着药箱 化妆成那个郎种 然后就去了广东 到了广东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封信给了他们家人 这封信 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后来我们能够看到 为什么这封信有作用 是因为当时广东在闹灾 整个他们家这附近 整个官路部地区是灾区 所以很有可能不是这封信起了重要作用 而是当时就在闹灾 大家就在就已经可能都已经开始挨饿了 所以这些人就来了 所以但他们的家人收到了这个洪秀全 给他们带的信之后 他们就开始变卖家产 然后大家一块来了很多很多的人 一个大家族就牵过来了 包括他的老婆 包括他的孩子 全都来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洪秀全知不知道广东遭灾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洪秀全当时担心的是什么呢 可能洪秀全就是觉得 他不能闲着 他需要个女人 这可能是他最本质的想法 也有可能是当时因为很多的地方 很多官府还有很多乡绅啊 村民啊 还有天地会的人 他们在绑架拜上帝会的子女勒索钱财 绑架家人勒索钱财 他可能是害怕有人找他们家麻烦 所以就把他人家全都给弄过来了 就是到了 这个时候 另外杨秀卿代言天父 代言上帝 替上帝说话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他呢 自称 他说他是因为 为什么上帝不上你们的身 为什么上帝只上我的身 为什么 因为上帝 因为我最虔诚 我真心拜奉上帝 所以上帝就付到我身上来了 信上帝 拜上帝会的一个 这个这个 卖点啊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宣传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拜 你信上帝之后 上帝可以治你的病 因为很多人就是得了病 所以才来这个拜上帝 所以这个上帝可能会能治你们的病 所以这个杨秀卿啊 没事老是表演一节目 就是什么节目呢 就是他老跑到病人家里头啊 对着那病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你的病给吸走了 吸走了 上帝把你的病给治好了 就这个 结果你说你就演这戏吧 没演好 可能是传染了 1850年5月 他不知道被什么病给传染 因为没事老跑人这个得病 病人旁边 老干这个去 然后结果可能是飞沫传染 他得了一什么病呢 不知道 现在也没有什么记载 说他的病真是口哑耳聋 耳朵出浓 眼内流水 痛苦不堪 得了这么一病 太明国了 因为你这太讽刺了 你不是上帝吗 我天哪 你上帝附在你身上 往回吸病 然后说给治好了 治好了 结果您怎么病成这样 这事儿都太那个什么了 所以太平天国当然没有办法 太平天国后来的文献 对这段是有记载的 就是太平天国的 这个自己的历史是有记载的 说什么呀 说那就编理由吧 说这个杨秀卿啊 因为救赎教徒的这个病啊 这个累了 太累了 然后呢 一个是天父也就是准备考验一下他 说他是不是真心向教 那结果呢 就基于这两个原因 杨秀卿这个病了 衰弱不堪 然后这个就这样 所以杨秀卿在这个时候 就没法说话了 没法再上身了 对吧 这个病一直到1850年的9月份 然后才好 这段时间就没法 天父没法下凡了 因为说不了话都快死了 这个时候 对于洪秀卿来说 终于喘了一口气 终于没有一个说下来就下来的天父 来跟我聊天了 因为本来我是最高领导人 只有你没事 你把我爸整过来 你非说我爸也能下凡 然后你过来非得传达点旨意 所以洪秀卿本来都很介意这件事情 他本来都很介意杨秀卿和萧朝贵这个事 你们俩动不动 你也不通知我 你们就下凡一趟 所以这个时候洪秀卿的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他心情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想啊 一个天父 一个天兄 一个耶稣 一个上帝 现在上帝下不了凡了 如果萧朝贵是个聪明人的话 那你想一想 这个时候是耶稣下凡的好时候吗 显然不是 对不对 你要是下凡 你最好是上帝跟耶稣一块下凡 对吗 这样的话 上帝也安全 耶稣也安全 如果这个时候 上帝现在已经这个病了 那杨秀卿现在是下不了凡了 您这是天天耶稣下凡 那你说你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实趣的 在杨秀卿病的这个过程中 萧朝贵也没有再替这个天兄传话 耶稣也没有传话 对于这一段时间 太明天国自己的这个历史上也写了 也写了一个说明 说什么呢 说这一年啊 萧朝贵也病了 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也病了 说得什么病 说得了溃疡 严重的溃疡 很少露面 但实际上病没病 咱们不知道 反正就知道杨秀卿是病了 现在天父不能老下凡 天兄最好也别下凡 等到了这一年年底 天父的病好了 耶稣的病也好 两个人都好了 到这一年年底 这个天兄和天父的传遇啊 源源不绝的就来了 可能是憋的时间太长了 这段期间啊 就整个得病的这段期间 就没有什么记录 说这个耶稣下凡 只有两个记录 一个是5月15号 洪秀全问这个萧朝贵 说天兄啊 阎罗腰现在如何呀 天兄说 已经被我们捆倒了 不能做怪了 耳宽心宽心 你放心放心 6月2号啊 洪秀全又去问这个 这个萧朝贵啊 不是那个那个 洪秀全在在跟这个手下 这样说话的时候 萧朝贵在边上说啊 说等你啊 把这个这个妖兵啊 把你这些妖怪啊 妖兵啊都杀尽的时候 天父天兄自然有旨意 分发作事 你别着急 这段时候 他们正被官兵围剿 所以这句话 可能是说给 当时作战的这几个将领啊 就说给这几个高层听的 没别的意思 就这个期间 天兄一共就下凡两次 不像以往 1850年7月28号下午 洪秀全的全家 终于来到了桂平 他们在桂平边的一个小村庄 终于跟家里人团聚了 很长时间也没有见到 他的老婆赖世了 然后他还有两个女儿 还有没有见过面的小儿子 洪天桂 洪秀全 来了很多的其他的家人 还有很多亲属跟着一块来了 比如说 他的哥哥洪仁达 来了 一家人都来了 然后 他妻子赖世的叔父也都来了 洪秀全 还有一大哥 洪仁发 带着几个堂兄姐妹 也都来了 孩子什么的 还都在路上 所以这一家人到了以后 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 洪秀全的赖世 就是他的老婆 这个赖世 跟当地的一个广西的客家的赖世 他们是亲戚 所以到了这之后 很多广西本地人就开始喊洪秀全姐夫 因为发现都姓赖 就喊姐夫 这都是自家人了 所以洪秀全当时也就认了 这个时候 待在洪秀全身边的 都是亲信 有几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亲信 比如说贵平人秦日刚 刚才说了 秦日刚是提供什么 马匹 秦日刚家里特别有钱 他做过矿工 做过矿工 当过兵 养马 还有什么呀 陈成荣 陈成荣就是附近的一个有钱的地主 全家都进了那个拜上帝会 然后还有这个黄玉珍他们家的黄七妹 这都是当地大家 所以他们在一块负担着洪秀全 整个这个家族的这个开支 就是他们在这好吃好喝 就靠着当地的几个富户养着他们 所以洪秀全一家子在这过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 但是很快 萧朝贵沉没了几个月之后 天兄又开始频繁的下凡了 然后呢 为这些新来的人分配一下职责 保护天王 天兄呢 耶稣呢 告诉洪秀全 他二哥红人达 你要信我说的话 千万不能信别人的话 也不要被人恐吓 你要跟这个洪秀全一块打江山 他有一天 耳有一天 他有的食 耳有的食 他有的吃 你有的吃 他有的穿 耳有的穿 耶稣这中文确实特别的好啊 说的 说在凡间 他有万国供奉 你就有万国供奉 高天之下 共享天下 给予的荣耀 你将来这些荣耀也都是你的 虽然你是他在人间的这个哥哥呢 接着呢 这个天兄啊 耶稣啊 还教导洪秀全的这个继母 李氏 说什么呢 要教导媳妇子女 时时 旧而宰面 啊 然后这个 金砖金屋 有耳住 你就好好听你儿子话 啊 听你宰的话 啊 金砖金屋 有你住 之后 耶稣还找来了洪秀全 十二岁 十二岁大的这个大女儿 啊 就过来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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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耶稣跟你说说话 而要听耳婆教 妈教 伯教 练得好好也 哈哈 就是你 你要 你要听大家的话 啊 听长辈的话 以后这个 修炼的 好好的 洪秀全 几乎每一个亲戚 都有萧炒贵 哎 来 谈了一次话 所以你想 洪秀全 这个时候非常的不爽 你他妈算老几啊 啊 谁的 大家心里都明白 你算老几 你找我们家所有的人 来谈了个话 跟真事 哎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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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耶稣想找你说句话啊 你要对这个 我弟弟也要好啊 要要千一百岁 什么 天天就干这个事 所以这洪秀全 这个时候特别的不爽 但是呢 那也没办 这是你自己作出来的 这个演戏 又不是他先演的 对吧 这是你先演的 没那梦 你不编那梦 他也他也演不了 那个耶稣那角色 对不对 洪秀全的家人 在桂平这个地方 住了一个多月 然后增加保护他 给他吃喝 给他吃喝 但是当时的时局 还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官府听说了 这拨人 哎 洪秀全把家人给接过来了 所以很有可能 随时被被捕 或者出卖 这个时候 那中央研究了一下 说怎么办呢 说咱们撤吧 说咱们这个 抠羊毛啊 不能刻着一只养号 咱们啊 往里边撤 咱们还是撤到金田去吧 金田那有谁啊 金田那有韦家 韦昌辉他们家 对不对 韦昌辉他们家 有钱 富甲一丰 所以呢 金田镇当时已经是 拜上帝会的一个核心区域 已经是一个避风港 经济最好的地区 也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地区 韦昌辉呢 跟其他的拜上帝会首领 怕会出事 所以他们就提议 说要不然还是把洪家呀 整个洪秀全家人都给带到北边来 但是这件事很难做 因为这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 这那么大一家子人 你怎么弄啊 所以这不是你要三五个人也就算了 咱夜里摸着喝走就得了 现在这事你要顾很多的轿子 你要顾很多的车 你要赶着一块过 你还有那个船 你还得避开探子监视 这么多人怎么移动啊 所以他们后来呢 就想了一半 就是咱们呢 先编好一段理由 所有的人都串通好台词 如果要是等遇到官军 官军要过来盘问的话 那很简单 大家就这个回答都能一致 口供一定要串上 但是还是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 差一点就在中间 把这一家人都交那了 洪秀全听说这件事以后 大发雷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半半啰啰的 这一家人还是在1850年的8月28号 安全的度过了这个贵平附近的河面 抵达了今天 这个时候洪秀全 你看啊 有人了 有钱了 有根据地了 对吗 有一帮终于他的人了 最终啊 还有他这个媳妇了 啊 就不用憋着了 这个时候的洪秀全 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 他本来在五月份 四月份 他已经开始穿上龙袍 开始已经要建制中华了 啊 要拿下中华 要建立新朝了 这时候他就更有野心了 那么接下来他要干的什么 就是要建立他那宏图大业 要建立他那太平天国了 当然建立太平天国 就要开始对抗朝廷 拿啥对抗 怎么对抗 我们下周再继续给你讲 那么这是我们太平天国的第七期 啊 第七期了 这个 不知不觉啊 太平天国这个进度其实也挺快的 啊 我们也差不多快讲了一半了 啊 然后 因为这个今天起义之后啊 到他们灭亡就很快了 这讲的就非常非常快 前面呢 很多人我看这个留言啊 说讲的要太细 啊 这个不是说讲的太细 是因为想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 太平天国 因为我们如果说也特别操的再把这讲一遍 那没必要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很操的把这太平天国讲过一次 这里头呢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 其实太平天国有很多的谜团啊 我们呢 一直在试图去通过史料去寻找 他们的战斗力是哪来的 对吧 他们的钱是哪来的 他们的根据地是哪来的 他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他们的思想源头是从哪来的 他们有多么的荒唐 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想不明白 我们是希望通过海外的这些史料 能够给大家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 那么这真实的太平天国 我们当然需要从头开始讲 就从思想脉络 从每一个人开始给大家讲 那么这个到最后 我们才能知道太平天国给我们什么启示 啊 我们应该怎么防范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怎么防范太平天国 我们是怎么防范 我们不被太平天国忽悠进去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防范的东西 所以前面的东西呢 不管你听不进去听不进去 但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 如果我不讲这前面的话 你也听不了 当然这也是我们专题一项的风格 要讲咱们就从盘古开天壁地 开始捣啊 一直捣到 为什么今天在这开直播 对吧 那好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太平天国专题呢 就先到这儿啊 然后咱们下周的周四啊 然后是太平天国第八期 明天呢 是一个都市怪谈 所以明天这个都市怪谈 然后后天又是我们的这个晚明啊 晚明的这个专题 我们还要再接着给大家讲 崇祯子寺的第二期啊 那么感谢喜马拉雅的朋友的收听啊 咱们下期再见